调和矛盾 西夏的首领袁浩已向宋朝称臣 因为他与契丹国有矛盾 就请求宋朝不要给契丹的首领封号 知见愿大臣张芳平说 为了获得新归顺的小国 而失去早就和好的强国 这不是好主意 最好给袁浩一封诏书 劝他认真处理好西夏与契丹的关系 如果他们的矛盾早晨解决了 那么我们晚上就册封气呆 这样西部和北部的两个国家 都会跟我们和平相处 朝廷采用张芳平的计策 汝国的秦桧 南宋建言初年 金兵要派使者来讲和 他们提出 使者到达时宋朝的文武百官 必须到京城外去迎接他们的国书 朝廷听说金人这样蛮横无礼 非常惊慌 可是秦桧却毫不在意 恬不知耻地命令朝中各部的官员出城迎接 在朝见宋朝皇帝的时候 金国的使者又提必须与皇帝平坐 这绝不是使臣所能详守的礼遇 可是那天秦桧安排金人使者 见朝廷时 殿亭内用紫色的帷幕布置得富丽堂皇 金人使者更加傲慢无礼 竟然不辞而别 千荣之策 明朝永乐年间 归顺明朝的蒙古人大多安置在河建东昌等地 他们在那里生息繁衍 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骄悍 不肯驯服 每当蒙古首领野先咬乱明朝边境时 他们就乘机骚动 有几次甚至发生叛乱 在朝廷要发兵去平定两湖贵州 以及两广等地的道寇时 于谦奏请皇帝 派遣 蒙古人中有名望的勇士 给他们优厚的犒赏 让他们随军出征 平定了道寇之后 又奏请皇帝 把他们留在湖广等地居住 于是数十年的积患 一下子就消除了 于谦用的是 郭沁千荣之策 而又不使他们意识到 这真是个好主意 自首不揪 明朝永乐年间 司法官报告皇帝说 大将军石亨等因犯了军法 已经被斩首了 可是他的部下冒充石亨之功 而升官者多达数千人 这些人全部要追究责任 皇上把李贤叫来 对他说 这件事恐怕惊动人心啊 李贤说 只要朝廷允许自首的人免于治罪 事情就能妥善解决 皇帝采纳了李贤的办法 冒功的四千多人全部自首 孤立元凶 明武宗到南方巡逻回来的时候 染上了重病 在他弥留之际 大臣杨石斋设下计策 要逮捕边将将冰 可是将冰所率领的士兵 有好几千人 其亲信都是武艺高强的士兵 杨石斋怕仓促形势会发生兵变 又没有别的办法 就找王穷商量 王穷说 应该给那些护卫皇帝南巡的士兵寄功 并命令他们到通州去灵场 于是将冰的士兵全部到通州灵场去了 杨石斋轻而一举的就把将冰逮捕了 不信神灵 唐朝 征元年间 咸阳有人向皇帝报告说 他见到了战国时代的白起大将 这位白起大将军 让这个人报告皇帝 请求让我为国家捍卫西部边疆 因为到正月 吐蕃必定大举东下 侵犯唐朝边境 过了不久 吐蕃果然入侵 在首边将士的抵御下 吐蕃败退 唐德宗李氏 把咸阳人神话般的传说信以为真 准备在京城长安 为白起修庙 封他为司徒 宰相李密说 据我所知 国家兴旺 君主都能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 现在 守边的将帅立了功 而陛下却奖赏古代人白起 这样做 恐怕引起守边将士不满 从而瓦解了战斗士气 况且 在京城修庙 大规模的进行祈祷活动 流传到四方 也会引起不好的巫术之风 听说 渡游有一座旧的祠庙 皇上可以下命令 让地方官休息一下 以供奉白起 这样不至于惊动众多的人 德宗皇帝听从了李密的意见 捆住对方的手脚 明朝 庄浪地方部落首领 鲁林 本为守甘肃的副将 他向朝廷要求当大将 而没有获准 鲁林 依仗自己部落强大 向朝廷示威 擅自离开副将的守边岗位 而自行 回庄浪部落 以孩子幼小为理由 而请假不守边岗位 面对这种情况 朝中有人主张封他为大将 有的主张把他招到京城 给他封地 唯有尚书 刘大夏说 鲁林 残暴肆虐 不善于管理部落的人民 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然而 他又没有犯罪 现在如果受他大将官印 不合朝廷的法规 找他到京城来 他如果不来 则有损于朝廷的威严 于是不理他 疏远他 另外表彰他的先事 对朝廷的忠贞 而听认他在家赴贤 就这样 鲁林自觉没趣 心情忧郁而病死 违反了国法的前国公 穆昭碧 驻守云南的 应当被逮捕 朝中商讨此事时 大家都觉得为难 都说昭碧 有上万训练有素的军队 逮捕他 怕引起士兵不满 激起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叛 张居正提升了 昭碧的儿子后 派一名使者 去把昭碧逮捕了 士兵都不敢动 把昭碧逮到京城 又请求皇上 免去他的死刑 而把他囚禁在 南京的大牢里 人们都为居正的计策 而高兴 表彰鲁林先辈的功绩 使他内心感到惭愧 而怨恨朝廷 不给他大将的意见 又不能说出来 提升招臂的儿子 则安定了人心 也使他们对家园的 思虑之心重了 困扰对方 或捆住对方的手脚 这样才能按照 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办 出其不意 刘坦任长沙太守 主管湘州 今湖南湘潭一带 地方的正事 正赶上王僧灿阴谋反叛 湖南的一些郡县 都起来响应王僧灿 前镇军中玄少 潜伏在长沙 做王僧灿的内应 准备王打来时起义 此事被太守刘坦察觉 但他假装不知道 跟平常一样处理 公文和民间的诉讼之事 到了夜间 刘坦故意打开城门 以疑惑对方 致使中玄少不敢轻易行动 到第二天早晨 刘坦借故把中玄少叫来议事 并有意把谈话时间延长 在这同时 派士兵到中家去搜查 玄少还在与刘坦谈话中 搜查的士兵回来了 全部获得了玄少和王僧灿来往书信 刘坦拿出这些书信质问玄少 玄少低头认罪 当场就把玄少给斩首了 并把他们的书信焚毁了 以稳定他部下的人心 执行政令 贾丹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命令行军司马樊泽向他汇报军众的情况 樊泽不执行贾丹的命令 在贾丹举行的宴会上接到朝廷的紧急公文 公文任命樊泽代替贾丹的节度使 贾丹不动声色的把公文揣在怀里 宴会散席后 他就命令文武官员参拜凡泽 副将张献甫愤怒的说 行军中凡泽自作主张 不听指挥 不注意指手 请你下命令把他杀了 贾丹说 天子任命他 他就是节度使 当天 贾丹就离开节度使驻地 张献甫一人随他同行 这样军府中也就太平无事了 打破陈规 宋太宗赵光义时期 有一个叫王亲若的人 当时在博州任判官 负责监督惠亭仓库 因这一代长时间的连银语 管仓库的人以米师为由 不收进新粮 许多从远地来交租税的人 都叫苦不迭 正在此时 王亲若获得命令 要从惠亭仓库往别处调米 他便奏请朝廷 不要按年次长短 先往外支付了师的米 宋太宗赵光义 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赏 从此知道了 王亲若的名字 并唯以重任 第一 期待